在火湖浏览器之后不久,Edge移动版也开始支持扩展功能。 在Android上支持扩展功能,是主流浏览器制造商多年来一直回避的问题。 谷歌Chrome浏览器到目前还没有提供扩展功能。 微软已经在Android版Edge浏览器中实现了扩展支持。 目前只有有限的几个扩展可供安装。 首先需要在手机上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Edge浏览器。 要想在Edge浏览器上安装扩展,需要先开启一个实验性的功能。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Android Extension。 将它的状态改为Enabled。 然后重启浏览器。 让这个设置生效。 重启浏览器后,点击右下角的菜单键。 选择全部菜单。 可以在菜单中看到一个新的选项。 叫做Extensions。 点击这个选项。 就可以看到目前Edge浏览器支持扩展。 目前支持三个扩展。 分别是Ublock Origin广告拦截器。 Dark Reader夜间模式。 和Global Speed视频速度控制。 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一个或多个扩展。 点击Get按钮。 就可以将它们添加到浏览器中。 安装完扩展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比如Global Speed视频速度控制。 愿意打开一个视频网站。 打开扩展管理菜单。 选择Global Speed视频速度控制。 就可以实时控制视频播放速度了。 目前Edge浏览器在安卓手机上 支持的扩展还比较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信会有更多的扩展 加入到这个平台中。 记得给小妹一键三连哦。